9个月大的婴儿上半身大面积烫伤 几乎全身包满纱布 让人看了好心疼 她的伤发生在8月一起恐怖攻击 当时一名大陆籍男子在澳洲布里斯本公园 维于警朝着男婴婆洒热咖啡后逃逸 引发议论 近期当地警方公布 原来大陆籍嫌犯早在8月31号就逃离澳洲 再次掀起中怒 男婴父母最期待的就是警方快点逮捕嫌犯 但目前他已经离开澳洲 想再抓人难度恐怕会更高 澳洲警方最新讯息 同时公布嫌犯身份背景 33岁大陆男子2019年第一次来到澳洲 一直持有度假签证 后来改拿学生签证 外媒报道 他是不满签证遭到拒绝续期 才攻击婴儿泄愤 目前澳洲警方已向全球发布逮捕令 只要定罪 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 一个男人在苏黎世一间托而上外面 辞都袭击三个五岁男童 同样是大陆留学生攻击幼童的事件 近期还发生在瑞士 23岁凶嫌拿刀闯进幼儿园 攻击三名五岁学员 当中一名受伤男童已经脱离险境 犯案男子2023年就来瑞士留学 苏黎世电视台追查报道 嫌犯在犯案前几分钟曾在IG发表贴文 写着自己深爱祖国中国 也想念人在大陆的妻子 在贴文下方还写着国庆快乐 并贴上三个五星祈福号 目前这名大陆留学生已被瑞士警方拘捕 具体犯案动机还有待进一步理清 TVBS新闻王兴棠蔡宜杰综合报道